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搬了一次家 我们可以打开F3看一下我们这里的坐标 现在的坐标是239-1100 这里呢上次我们也开了一个门 但是我们开了门之后发现和出生点那边的门已经串了 按道理来讲只要超过800米范围以外 两个门两个主世界的门打开就是不会相互的有影响 我这里呢可是离出生点那边已经有将近1000格的范围 按道理来讲是不会串门了 但是在后来的直播中呢我已经把这里的地狱交通把它打通了 这里我可以先放一段录像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上面也不是很高 走就对了走就对了走走走走走走 果然 对不对他们果然炸的没有我快 玩玩玩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果然为俗还是还是最最好的方法 哎我应该带梯子 我应该带梯子的 究极为所大法 哎上面有个顶的头了 哇 好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边我做了三个雕像 是为我直播间的三位舰长做三个雕像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啊这位叫F7CE的这位舰长 那么这边第二个呢 三帅啊这个ID可能大家都相当的熟悉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位 啊这位ID叫做失去梦小能空调 也是非常感谢这三位舰长对我的支持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家里的一些变化 这里呢直播我做了一个房子当做仓库来储存一些物品 这后面还养了牛以及羊 都是我直播的时候弄的 这边呢在直播当中也是有观众告诉我现在的刷铁轨机可以这样子刷 如果没有连夜球可以用这种高频 然后往上面推铁轨 那么这下面还有一个点状红石 是用来激活这个侧面的活塞 这里高频的最好是要打三个三个一T的中继器 如果是两个一T的话就太快了 我们就在这里没法右键放上去就很难放 然后这里只要手速快啊 就可以把这里的高频激活 我们再拿一下铁轨 它顶上去的时候就是一次掉两个铁轨 然后这边地下呢 我已经做了一个史莱姆农场 这边史莱姆农场做的非常非常的简陋 由于地域那边是去不了的 我们不能到下面挖岩浆块 这里都是用的浆果来代替的 让它们跳到浆果上面让它掉血 好它已经死了 下面有漏洞框之后可以进行收集 那边呢我们也看一下 这边是用的篝火 因为篝火比这个要好用一点 这个浆果可能史莱姆从上面掉起来 它并不会摔死 所以那边就是用的萤火 这边史莱姆农场只做了三层 毕竟我们前期也用不到那么多 那么这个史莱姆农场 只是前期用来应急的 以后还会做更大的史莱姆农场 所以这个大家不必太担心 不必太担心这个年球不够用 以后肯定是要再做一个更大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养了很多鸡 那么说明我们今天就要来打算做一个 自动烤鸡机 这种烤鸡的装置呢一直是我们生存前期要做的第一个 红石装置 我们不能说饿着肚子 然后我们就没法干一些工程 我们做今天的这个烤鸡机呢 我们需要用到三个发射器 这种烤鸡机呢也是我有一天晚上自己突然想出来的 本来说那天晚上要去直播 结果那天并没有直播 其实是我后来去研究了一下 一种新型的烤鸡机装置 由于不知道是从哪个版本之后 那个烤鸡机啊 要么就是把鸡肉给烧了 要么就是把羽毛给烧了 我们今天做的这一个呢 所以既简单又方便 而且呢也不会有任何损失的这种烤鸡机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要拿一个漏斗 现在家里面的铁也是很少 还是和往常的一样 上面呢我们要放一个半砖 那么这个半砖呢就是用来 让那些鸡小鸡站在上面 然后等它长大被岩浆烫死 然后我们这里被岩浆烫是怎么烫的呢 我们要用两个发射器 一前以后 那像这样 等一下 不对不是这个高度啊 这个高度弄错了 我们要再往上面去一个 因为这里的岩浆必须要从他们的头顶上来个离子烫 这里一个 这里一个 其他的就可以把它拆了 然后第三个发射器呢 就放这里 这是用来砸小鸡蛋的 这些鸡蛋就放这里面 上面的一个放岩浆筒一个放空筒 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个岩浆必须要发射出去 然后下一T把它收回去 这样才能够保证肌肉或者是羽毛 不会被烧 必须要在一T的时间之内 如果你是两T那就完了 那就没东西了 那么我们怎么样做到让它在一T的时间内 让它收进去呢 我们先做两个中继器 好我下去打来个岩浆 这下面的三个方向已经全都把它封上了 用玻璃封上 里面呢一边放一个岩浆筒 一边放一个空筒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上面的红石布线呢 一正一反 两个充气器 两边分别用红石线把它连起来 这样是什么一个作用呢 如果我们从这一头激活 那么也就是先让它到熔岩筒 然后这边再收岩浆 就这样一个顺序 这边激活呢就恰好相反 就是这边先到这边再收 现在是这一边有岩浆 我们就得先让这边激活 好天黑了 我们去睡个觉 我们去睡个觉 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先用红石块来尝试一下 那么按照这个顺序 我们应该先激活这个发射器 然后是这个发射器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上面给它激活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岩浆是非常短暂的一个时间 把它泼出来 然后就然后又把它收进去了 现在呢岩浆筒在这里 这里变成了空筒 如果你这里的顺序搞反了的话 你这个岩浆泼出去 然后这边呢 这个筒就没了 它就没得了 它就被烧掉了 所以做这个烤鸡机呢 一定要明白这里的先后顺序 否则你就会得不偿失 好在我们知道了 这里的红石的先后顺序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给它布线了 好我们先把这两个红石块把它放上来 然后呢 再放两个粘性活塞 分别朝两边推 如果把这个活塞让它推出去了 这里红石就灭了 如果再让这个活塞拉回来 好那就相当于这边的红石啊 又点亮了 现在呢 为了保险起见 发射器里面的桶啊 还有岩浆我都已经把它拿出来了 有了这两个活塞之后 我们要到上面再放第三个活塞 这个时序我就不是太想解释 因为这个不是很好解释 需要你们自己去体会一下 第三个活塞 有点卡 要放这里 然后把它再给打掉 现在呢 就是右边 最右边 激活了 左边没有激活 我们只用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给它充能 就可以看到呢 正好两边信号就相反 我们再把这个桶把它放进来 我们下次拉开关我们看一下 下次拉开关肯定是这个活塞 它会先缩回来 就会激活这里的发射器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岩浆桶放进去 这边就放空桶 这两个千万不要放反了 然后我们拉一下 就可以看到下面的岩浆 它就闪烁一下就被收起来了 我们再拉一下 给它就回来了 我们最后只需要给上面弄一个脉冲 让它多少多少时间内自动的喷一次 那么当然脉冲 我们可以直接做一个阳光传感器 好放这里 假如到黑夜了 它就会再喷一次 这上面模式可以随意 你可以让它调成白天模式 或者是夜晚模式 都可以 这个无所谓 那么上面这一部分 我们弄完了之后 要如何把这里的大母鸡 安置在这后面 这里我们要给它再接一个漏斗 但是直接接上漏斗的话 假如这里是漏斗 我们就得把这个大母鸡养在这里 养在这里 它会顺着这里的中继器往上面蹦 那就不太好 好 我们投资器已经做好了 直接朝着它 那么这里的投资器 一并不要把它换成发射器了 投资器它是可以把它里面的物品 射到后面的发射器的身体里面 如果你把它换成发射器的话 发射器它是直接射到外部 但是不能内 不能射到它的里面去 我们最后 要把这个漏斗上面把它封起来 那些大母鸡 就全在这个上面下蛋就可以了 好 这后面的我已经把它做好了 最后那些大母鸡下的蛋 会残留在这里的投资器里面 我们要在这里接红时 让这个投资器把它发射到这个发射器里面 然后再通过发射器把它射到外面来 这里我们需要给它做一个检测的装置 检测不用说还是用我们的比较器 我们这里的红石中继器像这样放 然后把它再锁住 上面再弄一个点状红石 这里是通过BUD进行激活这里的投资器 如果这里面有物品的话 比较器它是会发出信号 发出信号冲到这个方块 那么这个中继器就会把这里的信号 再把它放大再锁回来 锁住这个比较器的侧面 就可以把这个信号再锁没有 它就没有了 这上面的点状红石呢 如果它被点亮了 会充能它旁边的这个方块 这个旁边这个方块呢 是对它斜向充能 那么是一个BUD的充能 那么这个BUD它并不会使它射出去 这个比较器它会亮一下 然后熄灭 熄灭是由于这边把它给锁住了 所以它就对它造成了一次更新 它就射到后面去了 那么我们也就只解决了 这个投资器能够发射出鸡蛋的这么一个效果 那么这后面这一个怎么办呢 这个发射器仍然是没有接收到红石信号 那么这也很简单 我们这里放一个方块 这里放一个点状红石 然后再把它切断 这样呢 这个中继器同时可以点亮这个点状红石 也可以点亮这个点状红石 这个点状红石呢 就是充能它隔壁的这一个方块 那么也就是这个发射器让它射出来了 好我们把里面的鸡蛋把它掏出来 这里的鸡蛋呢 鸡蛋我们留着 鸡蛋我们留着 在上面砸小鸡 我们这里随便放一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放云山木台阶 它现在会射出来 如果我们放鸡蛋 那它就会直接把它砸掉 好现在砸出来了 虽然你们会卡一个物品 这个卡一个物品问题不大 它就直接卡一个蛋而已 那我们最后一步要做的 就是在这里面疯狂砸小鸡 然后等这里的小鸡长大 它就可以生蛋了 那么这里的烤鸡鸡呢 它也就正常的工作了 这是几个鸡啊 好的那么本期节目呢 就差不多是这样 如果你还有更好的设计方案 别忘了在评论区聊下你的评论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吧 好的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